我被拐到黑市,如带宰羔羊一样等待挑选 清冷清贵的男人来到我面前,用鞋尖勾起我的下巴 他身后的人小心询问,惠爷,认识 他勾唇,笑得讥讽,睡过 后来,我用尽手段再次爬上他的床,求他带我走 他掐着我的脖子,语气发狠,带你走,然后又逃掉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被逼着换上那些布料少得可怜的衣服后 我们被蒙上眼睛,脖子上又被带了一个项圈 如同货物一样被带到包间里 一进去,领头人就让我们跪下,笑眯眯地开口 各位,这是最新到的货 咱们还是按规矩来,驾高者得 我的眼睛被蒙着,但感官更加敏锐 那一道道赤裸的视线如有实质,摒持着我 领头人一一介绍完之后,把我和另一个女孩拉出来 各位爷,他们俩我们验过了,都是极品 这个性子挺确,饿了三天都不老实 我能感觉到他在指我 一下,所有视线都聚集在我身上 有人哈哈笑着,我就喜欢倔的,开个架 我身体发着抖,止不住地后退想逃 可脖子上的项圈链子被握在别人手里 我又被拽了回来 老实点 我扑在地上,手肘碰到桌脚,生疼 这时,门突然被推开 不紧不慢地脚步声传来,稳稳停在了我身前 我害怕嘚瑟缩着 冰凉的东西抵住了我的下巴,逼我抬起头 我看不见,但那充满战友的视线将我紧紧包裹,令我心颤 呵,一声低笑,莫名熟悉 下巴上的力道消失,紧接着,我眼睛上的布条被扯掉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至极的面庞 刀削辐克,眉眼锐利,漆黑瞳孔映着我此刻狼狈的模样 我心跳停了一瞬,骤然加快 霍申,我从未想过,再次见到霍申会是这种场景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手里的黑色布条落在我身侧 他身后的人小心开口,霍爷,认识 他缓缓勾唇,笑得讥讽,睡过 霍申越过我,坐在沙发上,清冷金贵 我来不及想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本能地扑过去求他救救我 可我脖子上的链子还在领头人手里 于是我像一条被拴住的狗一样,祈求地看着霍申 救救我,求你 他挑眉,我们很熟吗? 我一梗,想到他那句睡过 他还在恨我 见我不说话,霍申便不再看我 眼神越过我打量着旁边的几个女人,饶有兴致 我被拽回去,按照规矩,接下来便是开价 价格满意,领头人便会把链子交给领人 眼看着他们被一个个带走,很快就要轮到我 我频频看向霍申,他只是淡淡地看着这一切 连个眼神都没在我身上停留 5号,虽是名气,但不是第一次了 起拍价200万 轮到我了,300万 500万 800万 霍申一动不动 还有比800万更高的吗? 我心中焦急万分 陈爷,闺你了 领头人拽着我来到陈爷面前 陈爷笑呵呵地伸手 眼看着链子就要交到他手上 我趁他还没握住之际,猛地推开领头人 抓着链子扑到霍申面前 我八爪鱼一样,骑坐在霍申腿上 慌乱地把链子塞在他手里 微微祈求,要我好不好 我求你了,我不想跟他们 霍申神色未变,窥然不动 但手吁吁握住了链子 陈爷一下就不高兴了,那是老子的人 霍申抬起手,看样子像是要把链子交给陈爷 我急忙按住他的手,胡乱地去亲他勾他 霍申,霍申,求求你 眼泪混合着吻,我紧紧贴着他 陈爷大步来到我身后,伸手要拽我 这时,我的腰被一只手揽住,将我贴得更紧 霍申终于开了口,两千万 陈爷冷哼,竞拍时间已经过了 他现在是老子的女人 霍申充耳不闻,手若有若无地妈撒着我的肌肤 再次开口,三千万 新来的,你这是想破道上的规矩 陈爷语气含着威胁 见状,领头人急忙出来打圆场 笑呵呵安抚陈爷 霍申气,霍爷既然睡过了 那也没什么好稀罕的 我明天给您找几个干干净净的 这事道,没人会跟钱过不去 领头人一通好话加保证 这才把陈爷安抚好 随后,他又过来 霍爷,喊了架,人便是您的了 霍申略一挥手 他身后的人立即递上一张卡 那霍爷您慢慢享用 霍申这才推了推我 语气冷硬,下去 我被吓得颤了颤,起身退开 刚退两步,脖子上了相圈就扯住了 抬眼,看到霍申握着链子,好整以暇地站起来 就这样,我跟着霍申出了包间,进了电梯 我乖顺地站在他身后,努力不去惹他生气 霍申突然笑了一声,扯了扯手里的链子 我也被迫离他更近了一步 将知,离了我,你就混成这样啊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映着我此刻的样子 红色的衣服几乎什么都遮不住 羞耻又狼狈 我眼睛红了红,咬着唇捏住霍申的衣袖晃了晃 别丢下我,求你 霍申深吸了一口气,没再开口 钉的一声,电梯到了 霍申拉着我进了套房 他坐在沙发上,用力一扯链子 我跪在了他面前 那双漆黑的眼盯着我,带着怒,带着怨 他缓缓收紧链子 我挪着膝盖,一点点进入他双腿间 直到下巴被捏住,我才停下来 将知,你记住,是你求我把你买回来的 霍申松开我,身子后仰,取悦我 我颤生,好 情农之际,我求霍申,带我走好不好 他掐住我的脖子,轻微的窒息感让我很不适 带你走,然后你又逃一次是吗 他大汗淋漓,语气发狠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了霍申的身影 洗漱之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我安静地在套房里,等着霍申回来 我不敢出去,不敢乱跑 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中午的时候,霍申终于回来了 一身酒气,领子上还有一个暧昧的口红印 见我直勾勾地盯着那枚口红印 他吃笑,你已经不是我老婆了 我失落地垂下眼,嗯 我之前,很喜欢粘酸吃醋 霍申皱了下眉,有些烦躁地扯了扯领子 随后去浴室洗澡了 听到关门声,我才扭头看过去 心里一阵酸楚 我和霍申是夫妻,但仅限以前 从我逃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霍申性格淡漠,年纪轻轻就顿入空门 不理世俗 霍申怕从此绝后,就暗中给他物色合适的女人 企图让他破戒,若能生下一二伴女更好 霍申曾在电视上看到我姐的话 夸了一句不错 霍申便马不停蹄找到我姐,开出了天价彩礼 但我姐那时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她不愿意嫁过去 我爸妈又舍不得放弃这天价彩礼 便把刚毕业的我打抱嫁过去了 我和我姐长得很像,但性格完全不同 她是大家闺秀,一举一动,优雅之性 而我样样不如她 所以父母也更加偏爱她 为避免霍申认出来 他们要我伴着我姐的样子和霍申相处 我知道了霍申的目的后 便使出浑身解数勾引霍申 可霍申实在是性冷淡 那么大个美人在她面前宽衣解带 她都无动于衷 甚至一本正经地给我披上衣服 最后,我忍无可忍 从某个渠道买了能要倒一头牛的药 通通下给了霍申 那一晚,霍申没有克制 紧搂着我 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怕的东西 我不又抱紧了手臂 现在想起心里还是发怵 昨晚,霍申好像没有显现出来 正想着,浴室门被打开 霍申披着浴袍 带着一身水汽出来 他坐在我对面 随意地问,怎么到这儿的 我别过头去 不敢看他,难以启齿 霍申吃笑 昨晚求我救你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为难 他捏住我的下巴 逼我看着他 或许我该问 为什么要顶替你姐嫁给我 我心口骤然一沉 逃走前一晚 我生气爸妈把我嫁给一个怪物 所以把江家如何舍不得那天假采离 如何让我伪装成我姐嫁给霍申的事 统统告诉了他 我不是江雪 我是江枝 我从来没喜欢过你 你就是个怪物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霍申震惊的表情 还有被人欺骗后的愤怒 此刻 霍申漆黑的眼紧盯着我 逼迫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霍申仍问 我问的是你 我 我冷笑 呵 你觉得我有选择吗 我一回家就被打晕送到了你的床上 偌大的别墅 没人敢和我说话 也不让我离开 我还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一次我所谓的丈夫 我说我不愿意嫁有用吗 我爸妈不会来接我回去 你爸妈出了彩礼也不会放我回去 他们要我勾引你 要让你破戒 让你有个孩子 这是他们给我唯一的路 我能怎么办 没人知道我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好不容下定决心 可到头来霍申是什么 是个有触手的怪物 我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后知后觉又觉得自己这样说不妥 万一惹霍申生气 他不管我了怎么办 相比于霍申 我更害怕这里 霍申眉头紧皱 突然朝我伸出了手 我立即道歉 对不起 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你别生气 他手一顿 随后落在我脸上 动作轻柔地替我擦掉了眼泪 是我疏忽了 道歉 他语气里藏着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不知道你是被逼迫的 我以为你 心甘情愿 他叹了口气 收拾一下 待会儿带你出去吃饭 我试探性地问 你来这儿干什么 霍申幽深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的心高高悬起 他说 有生意 心脏重重落地 带着一丝失落 哦 我起身去洗了把脸 之后和霍申一起出了套房 这里的到处都是抑郁面孔 说的是本地方言 我也听不懂 但霍申听得懂 游刃有余地和他们交谈着 到餐厅后 他把菜单递给我 看看要吃什么 我拿着菜单 点了几个我想吃的菜 心里不由开始期待起来 被绑到这里 已经快一个月了 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 等服务生上菜的间隙 我打量着四周 霍申给我倒了果汁端过来 突然 我看到门口进来一男一女 心头猛地一跳 我下意识害怕地抬手 不料碰翻了霍申递过来的果汁 果汁翻了 杯子碎了 我的衣服也湿了 这一动静惹得大家看过来 怎么了 霍申急急抽出纸 给我擦掉果汁 同时喊来服务员打扫 他护着我站起来退后 生怕我踩到地上的玻璃碎片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这时 那两个人走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往霍申身后躲 霍申好像也意识到了 我怕他们两个 将我护在了身后 那一男一女静止来到霍申面前 男人极为熟忍地开口 申哥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一正 不可置信地看着霍申的背影 他语气平常地回到 有点生意 男人笑道 这样啊 那不介意拼个桌吧 我也好久没见申哥了 虚虚旧 他身侧的女人附和着 我立即拽了拽霍申的手臂 他反手握住了我的手 今天不太方便 改日再约 他转身 将我护在怀里 出了餐厅 我听到那个女人嘀咕 那女的是谁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男人说 听说霍申受了情伤 估摸着是来这儿消遣的 后面的话 我没再听清 我们已经出了餐厅 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霍申才松开我 关切地问 你认识他们 我抬头 惊恐地点了点头 是他们 连和我姐把我拐到这里的 而霍申 看着跟他们很熟的样子 我深吸一口气 颤着声音 霍申 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霍申眉头皱得很深 眼里压着翻涌滔天的怒 抓着我的手 不自觉加了两分力道 换个地方说 他拽着我 来到一家隐蔽的私房菜馆 迅速点了菜后 把我拉到包间 包间门一关 私密性很好 霍申坐在我对面 神色沉沉 将知 我希望你能对我坦诚一点 你是怎么被骗到这儿的 我放在桌下的手 骤然收紧 你若不说 我不会考虑带你走 他威胁我 我看着霍申 心中焦急 可说出来 他怕是会更生气 霍申的视线 牢牢锁定我 最终 我心一横 赌一把吧 我和我姐不合 霍申来提亲的时候 她正和顶流打得火热 所以我爸妈把我塞过去了 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后来 我姐突然联系到我 说可以帮我逃跑 我那时正好发现你是 我一顿 有点不敢看她 接着说 把你迷晕之后 我就从别墅里跑出来了 我姐派来接应我的人 正是刚才那两个 他们骗了我 直接把我带到了这里 卖给了那个黑市 他们手段熟练 肯定是惯犯 你怎么会和他们相熟 难不成霍申说的生意是 不可能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 就被我掐灭了 我和霍申相处的时间不短 他绝不可能是这种人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他来这里 是为了我 我怀疑得看向霍申 他却问我 你怕我 如果一开始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 是不是压根不会同我作戏 他的语气轻了一些 染上了一丝脆弱 将知 你先前说的喜欢和爱慕 都是哄骗我破阶的手段而已 是吗 桌下 我的手都快把衣服搅烂了 既然都知道 又何必问出来呢 霍申自嘲地笑了笑 求我救你 也不过是想让我带你离开这里而已 那离开之后呢 他抬眼看我 再逃一次吗 我抿着唇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我该继续骗他 说会留在他身边 好让他能带着走 可我 开不了口 办赏之后 霍申苦笑道 算了 是我欠你的 我会带你回去 这时 服务员敲门送菜进来 霍申情绪不高 我也没有机会再问他 和那两个人的事 这一顿饭 我们都没再说话 吃完后 霍申另外订了酒店 把我送过去后就离开了 我站在窗边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小时后 霍申叫人给我送来了一部手机 里面已经存了他的号码 方便我联系他 送手机的人特意叮嘱我 让我别乱跑 别轻举妄动 他的表情很严肃 我虽不太明白 但还是点了点头 目送那个人离开 我才关上门 打开手机 看着霍申的号码 我想问他 别轻举妄动 是什么意思 可不知为何 拇指停留在拨打的按键上 迟迟没有点下去 最终 我收了手机 他怎么说 我怎么做就是了 免得给他添乱 等他忙完生意 应该就会带我回去了 可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霍申不见踪影 杳无音讯 我在酒店里住了一个礼拜 每天都会有人来送饭 打扫 我偶尔会去楼下逛逛 熟悉熟悉环境 我假装无意间提醒 那个随意贩卖女人的黑市 他们对此见怪不怪 还说黑市的人 卖出去之后 会派人跟一段时间 如果富豪们腻了 把女人赶走 他们就会趁机 把女人再带回去 进行二次贩卖 每当这时 我就能感觉到 有人盯着我 这种感觉很不妙 接下来两天 我就没再出去 可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别的 我站在窗边往外看时 那种窥视感越来越强烈 我立即联系了霍申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法接通 我又打了几遍 无一例外 无法接通 我眉头紧皱 给他留了言 希望他能看到 可一连几天 霍申都没有回我电话 连条消息都没有 我心里的不安 愈发强烈 联系不上霍申 我身上也没钱换酒店 我只能先想办法 把窥视我的人找出来 再进行下一步自救 这天 我照常下楼 随便走了走 那种熟悉的 被盯着的感觉又来了 我进了一家化妆品店 随手拿了一面镜子 借机观察着身后 很快 我从镜子里看到 街对面的蛋糕店前 站着一个男人 戴着鸭舌帽 他在买蛋糕 却频频回头看我的位置 生怕我跑了一样 几乎是一眼我就确定了 他是黑市的人 因为我在黑市时 脾气太倔 被他打过几次 他下巴处 有一道横到耳朵的疤痕 很好辨认 我心口沉了沉 他这是在观察 我是否失宠 如果霍申不在意我了 他会再次把我带回去 我把镜子转了转 想看看还有没有别人 不料 在蛋糕店后面的岔路口处 看到一个面熟的人 他摆了个卖簪子的摊子 没什么生意 不时会看看四周 突然 他的视线直直看过来 透过镜子 仿佛在盯着我一样 他好敏锐 我吓得立即放下了镜子 假装是粉底 那个人是前几天霍申 叫来送手机给我的人 他是霍申的人吗 这时 我身后响起一道 娇滴滴的声音 申哥哥 人家都没有化妆品用了 霍申语气宠溺 给你买 看看喜欢什么 我骤然回头 看到霍申搂着一个 身材性感的女人进来 女人柔弱无骨地 依偎在他怀里 而他身后 是把我骗到这里的 马若燕和己瑞 马若燕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是你 你出来了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看你这样 想来你的金主还挺喜欢你的 他的语气没有丝毫的愧疚 反而带着调笑 他身侧的己瑞问 他是谁 马若燕择了一声 你忘了 江家大小姐出钱 让我们骗的那个 黑市前阵子不还打电话过来 说他性子倔 下次别要这种吗 己瑞恍然大悟 我听说他还是名气 性子是倔了点 不过也有人喜欢的吗 两人肆无忌惮地说着 霍申眉头一紧 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极为复杂 他轻微朝我摇了摇头 马若燕他们并不知道 我和霍申的关系 从霍家逃出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多说 而江雪怕扯上霍家他们 不接这桩生意 也没有告诉他们 但我的视线越过霍申 落在蛋糕店门口的 每个男人身上 他知道我是被霍申买走的 而此刻霍申身边 是另一个美艳漂亮的女人 若我不做点什么 他定会认为 霍申已经对我失去兴趣 会再次把我带回去 在霍申的注视下 我嘴巴一撇 渲然欲气 申哥有心欢了 就不理我了吗 此话一出 四人都愣了愣 我来到霍申身边 娇娇柔柔地拉他的衣袖 声音扇露十八拐 申哥他怀里的女人 立即警惕地推开我 你是谁呀 别看到男人就攀上来 哎呀 在我要被推倒的时候 霍申伸手拉住了我 一用力 将我拉到了他怀里 我顺势把那个女人挤走 可怜巴巴地看着霍申 手在他胸前画圈 申哥 你都不知道 这几天人家有多想你 霍申抓住我作乱的手 嗓音愉悦 有多想 想到一天八百个电话 想到天天到楼下蹲你 我一有所指地看了眼外面 希望霍申能懂 他毫无顾忌地挑起我的下巴 手机坏了 这么想我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 他这模样 妥妥地为色索迷 我轻哼一声 瞪着马若燕 申哥和他们认识 见都见了 我若不做点什么 那才容易让他们怀疑 霍申淡淡地恩了一声 我故作气愤 就是他们把我骗来这里的 申哥你要替我好好教训他们 马若燕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立即说 申哥 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知道的 咱们就是干这一行的 这也不能怪我们不是 你还遇不到申哥这么好的主呢 人帅又多金 你就偷着乐趣吧 你 霍申抬手揉了揉我的发柄 浅笑开口 他们说得在里 别生气了 我带你去买包 他搂着我 转身走了出去 而那个女人在身后不甘地喊 申哥哥 霍申回头 你回去等我 一副风流浪子的样 出了店门 我余光撇到黑市令人躲了起来 而霍申和摆摊的那个男人 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不由让我更加怀疑 他来这儿的目的 我们很快回了酒店 我迅速从霍申怀里出来 不悦地皱了下眉 他怀里全是那个女人的香水味 搞得我身上也染了不少 男闻死了 我瞪着霍申 我的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原来是忙着陪美人啊 你早说啊 那样我就不打扰你了 也不求着你带我回去了 刚说完我就后悔了 可话已经说了 也没有收回的可能 我以为霍申会生气 却没想到他一下笑了 很是愉悦 他脱下外套扔在沙发上 又松了两颗扣子 姿态慵懒地坐下 我还是喜欢你 捏酸吃醋的样子 他抬眸看我 眼里晕着笑 我被看得一阵恼怒 却只能一忍再忍 霍申朝我勾手 示意我过去坐下 我忍着气坐在他对面 没好气地问 你到底来这干什么 你和马若燕 他们走那么近 你的生意不会和他们一样 拐骗妇女 霍申却反问我 在你眼里 我是那种人吗 这句轻飘飘的问句 彻底把我惹恼了 我蹭得站起来 霍申现在是我在问你 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我联系不上 你我有多担心 你知不知道 我被黑市的人盯了几天 你知不知道 我以为你出而反而不带我走了 结果呢 你每人在怀 好不快活 我狠狠擦了把脸上的眼泪 我要是真觉得你是那种人 我刚刚就该戳破你 让他们怀疑你 鲜少有人知道 我和霍申的关系 他极少出现在人前 我也被关在别墅里 我俩更没有举办婚礼 所以压根不会有人 想到他来这边是为了我 霍申叹了口气 起身朝我走过来 他抬手 动作轻柔地给我擦掉眼泪 怎么猜到的 我一把拍开他的手 我是瞎子吗 霍申手被拍开 也不恼 而是好声好气地拉着我坐下 不告诉你 是不想把你卷进来 太危险了 可我一开始就在局里了 霍申闻言 叹了口气 看着我的眼里 带着浓烈的 翻涌着的情感 将知 我来这里 是为了你 其实有猜到一些 可当真正听到霍申说出来 我心口还是震了震 他说 那天我醒来后 发现你不见了 多番调查却没有任何结果 不想去在暗网里 看到了你的视频 才知道你被带到了这边 霍申在A市虽有人脉 但手伸不了那么长 所以我去寻求了警方的帮助 警方一直在调查这个黑市 查到了几瑞和马若燕这条线 所以我以富二代的身份接近他们 再在这里和他们假装偶遇 一来二去与他们相熟起来 准备放长线钓大鱼 他握着我的手 声音滴滴的 我没有不管你的意思 我也知道这个黑市的规矩 但这段时间 为取得几瑞他们的信任 我不得不暂时放下你这边 那个给你送手机的 是警方的卧底 也是我的街头人 我有拜托他保护你 有他在 你不会轻易被带回黑市的 只是我没想到 今天会突然撞见 霍申抬眼看我 在几瑞他们眼中 我是个人傻钱多的富二代 这样才会让他们放松警惕 等日后收网 我定会替你好好教训他们的 别生气了 好不好 听霍申解释完 我心里其实已经不生气了 我也不是那种没有脑子的人 分得轻轻中缓急 可此刻离得太近 他身上别人的香水位 不停钻进我的鼻腔 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不舒服 我推了推他 质问 不回我消息 不联系我 手机真坏了 霍申无奈点头 真坏了 他们不相信我 找理由弄坏了 后面我也没机会找你 但也幸好今天 你撞见了 我吐出一口气 别了别嘴 我知道了 你去忙你的吧 我站起来 霍申却是拽住我 我回头 他眼神炽热 还是真的 想到刚刚我捏酸吃醋的样子 我面上羞丧 甩开霍申的手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 眼的 身后传来霍申的低笑 很是愉悦 之后几天 霍申尽职尽责地扮演着 风流又多金的富二代人设 每人搂了一个又一个 我帮不上他的忙 只能尽可能地不给他添乱 可我没想到的是 那天那个女人来找我了 你叫姜芝 我皱眉 你怎么知道的 他看了一眼屋内 我侧身让他进来 他说 方纯熙 完全没有之前那种小鸟依人的模样 我心中盈盈有不太好的预感 不知此人是敌室友 方纯熙坐下 打开手机 突然递给了我 你看看 我带着疑惑接过手机 看到了姜雪那张 和我气氛像的脸 这是一段采访视频 热度很高 几乎上千万的点赞 那浏览更不必说 我心里不好的预感 在此刻达到顶点 点台视频 是姜雪梨花带雨的 请求记者扩散 寻找我的消息 她抱着我的照片 哭着说 姜芝是我妹妹 我们长得很像 但她眼尾有苛质 人也调皮一些 她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坏心眼 为什么坏人会盯上她呀 我们一家人都快急死了 霍家也用尽了各种法子找她 知知你到底在哪里 快回来好不好 记者问 霍家和姜芝是什么关系 姜雪一顿 好似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急忙岔开了话题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和霍家关系匪浅 评论区里 已经有人在说 霍生前段时间疯狂寻找一个人 很容易就猜到了是我 这个视频若是被黑市的人看到 那霍生的卧底将彻底暴露 我握着手机的手 用力道发白 姜雪一定是知道了霍生来救我 所以才有了这段视频 她不仅是想让我死在这里 她更是想让霍生死在这里 她疯了吗 方纯熙从我手里把手机拿走 问 我猜的没错的话 申哥是来救你的 对吧 我看向方纯熙 已经猜到了她此行的目的 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黑市 被当成可以随意贩卖的女人 不光是来救我 是救我们 方纯熙一顿 随即眼里蹦出亮光 你说真的 我点头 如果只是为了我 她大可以再买了我的第一天就走 兴奋过后 方纯熙脸色又塌了下来 这条视频热度太高 只怕黑市那边很快就会看到 我也愁这个 你先回去 别轻举妄动 一切如常 我会联系你的 方纯熙点了点头 语气沉重 希望我们都能回去 一定会的 她外面有黑市的人盯着 我特意和方纯熙 做了场为了豁身扯头花的戏 让她来找我 显得不那么突兀 等她走后 我小心观察着四周 没看到可疑的人 这才去了那个卖簪子的小摊子 这簪子真漂亮 多少钱 街头人 五十一根 我拿出手机 假模假样的扫码付钱 实际在打字 提醒他们视频的事 付过去了 你看 我把屏幕递给她看 她点头 嗯 信息会顾 我又问 我不会盘 你能教教我吗 行 街头人来到我身后 低声说 会提前安排你们走 或深呢 她暂时脱不开身 我们能做什么 别添乱 街头人退开 好了 你看看 我摸了摸头上的发迹 挤出一抹笑 谢谢 回酒店的时候 我心绪杂乱 担心霍身 不清楚她如今是什么处境 我也不敢擅自行动添乱 只能焦急等待着 可这一等就是两天 我尝试联系霍身 她都拒接了 她发消息 让我跟着街头人的安排走 别添乱 我咬牙 没再追问 很快 街头人安排好了一切 派车来接我和霍身 带出来的几个女人一起离开 车上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突然 有人哭出声来 我们都走了 申哥怎么办 我心头一跳 什么意思 她抽抽在搭地说 今天黑市那边搞了宴会 让申哥务必带上 我们一起参加 我们走了 申哥会不会有危险 我来不及多想 急急地喊 停车 我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一茬 司机板着一张脸 我的任务是送你们离开 能走一个是一个 明白吗 我哑然 我明白 我明白的 我也一直想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地狱 可是 那是霍身啊 他是为了救我才趟这趟浑水的 司机不肯停车 我直接一咬牙 打开车门跳了车 在地上滚了几圈 我吃力地爬起来往回跑 将之 方唇熙喊我 我回头 你们快走 别管我 霍身是为了我才来这里的 我想我应该听他的话和他们离开 这样他的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我的身体却不听我使唤 拼命地往回跑 黑市那边点名了要霍身带我们一起去参加宴会 他如果一个人都没带 那就等于不打自招 可我若去了 还能为他拖延一下时间 他不是厉害的兽人吗 说不定就是拖延的一下 就能一起逃走了呢 我 绝不可能放下他 我先回酒店 换了身适合宴会的裙子 马不停蹄地赶去黑市 偌大的黑市 静悄悄地 没了往日的热闹 我看得分明 站岗的保镖换了一批 腰间都别着枪 来到门口 我被拦住 什么人 我撩了下头发 申哥的人 申哥来参加宴会 怎么能没有女伴呢 就你一个 霍身可是从这儿买了六个女人回去 我择了一声 那些雍之俗粉哪里配得上申哥 我都给要倒了 申哥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让开 我要进去 保镖对视一眼 没再拦我 我一路走进去 从最开始的寂静无声道 逐渐热闹起来 我也看到了人群中的霍身 他的四周都围了保镖 只要他稍有异动 他们便会立即出手 黑市的负责人 是个面色和蔼的胖男人 他笑眯眯地问霍身 你的女人呢 怎么一个都没带 他们既然直接叫霍身来 那肯定是看到了视频 查到了我和他的关系 怀疑他了的 但肯定没查到警方 否则就不是试探了 霍身勾了勾唇 楚遍不惊 他们 我推开人群 风情万种地走过去 他们哪里配得上我老公 这种场合 当然得是我来 我轻易地挽住霍身的手 仰头对上他的目光 霍身震惊紧紧一瞬 便变成了无奈 之前不是不承认我们的关系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还算默契 我故作娇称 谁让你骗我的 你早说你是为了我来的呀 虽然我之前逃走是我不对 可你也不能为了气我 就从这儿买那么多女人 霍身低效 在我脸颊上落下一吻 那他们人呢 怎么一个都没来 我瞪着他 我一个还不够吗 你还想要几个 不过要几个都没了 都被我下药了 霍身皱眉 要死了 我心虚别过头去 没 霍身这才温身哄我 我和他一唱一和 算是解释清楚了 就是不知道 在场的人信了几分 只希望这下能圆过去 等回去了 我立马拽着霍身 和我一起逃 黑是负责人笑呵呵的 你们年轻人就是会玩 他挥挥手 霍身身边围着的保镖 一下散开 宴会继续 但周遭打亮的眼神未停 霍身故意和我摇耳朵 去洗手间来一发 想你了 讨厌 我半推半就 跟着他离开了宴会厅 而身后 不远不近地跟着两个人 霍身故意绕了几圈 来到一个相对偏僻的洗手间 进去后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我以为他会质问我为什么回来 刚想开口让他别废话 赶紧想办法逃走 他就紧紧地抱住了我 将知 我真是彻底在你身上了 说完 他松开我 迅速去拆开了洗手间的排风口 来 踩着我上去 我没多问 踩着他爬上通风口 随后又拉着他上来 从通风口处跳下来 霍身拽着我一路小跑 他应当是调查过地形 对这里格外熟悉 很快 我们来到一处围墙前 围墙很高 没有任何工具 根本爬不出去 怎么办 霍身看了我一眼 闭眼 我虽有疑问 但现在不是问的时候 于是乖乖闭眼 下一秒 霍身搂住我的腰 我下意识抱住他 却摸到了湿滑黏腻的 触手 我惊得收回手 脚下却在此刻腾空 腰间的手将我搂得更紧了一些 别睁眼 别看 看不见就不怕了 霍身声音有些苦涩 很快 霍身带我越过高墙 黑市里的警报也随之响起 霍身轻讽 真快 再次脚踏实地后 我猛地睁开眼 看到了霍身来不及收回去的触手 他面色微僵 别怕 我心口狂跳着 摇了摇头 主动拉住了他的手 快走 警报一响 黑市的人瞬间追了出来 高跟鞋碍事 我直接扔了 提着裙摆 跟着霍身跑得飞快 跑到霍身提前准备好的车子前 我们上车 穿过层层高楼 直往深山老林里开 我看着身后涌来的车辆 心里焦急万分 他们没安排接应的人吗 霍身油门踩到底 暴露得太快 来不及 我心里恨不得把江雪千刀万挂 霍身突然把一个U盘塞到我手里 这是证据 这两天一直在忙着偷这个 不是不回你电话 我本来以为没机会带出来了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 将知 你来得很及时 让我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紧接着 他话音一转 但接下来 你不能和我一起 你要拿好这些证据 等警方的人来接应 我会引开他们 保证你的安全 我捏着那枚小小的U盘 宛如千斤重 霍身 他打断我 这次要听话 好吗 我颤声问 能活下来吗 霍身笑了一下 我是怪物 你该相信我 我再也绷不住 哭着摇头 不是的 不是 不是怪物 他揉了揉我的发顶 笑得温柔 别哭 别被发现了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细咎这句话 车子突然急转弯 没入丛林 车门打开 我看到肉粉色的触手 卷住我的腰 将我拖了出去 贴着地面 触手轻轻松开我 我滚进一片茂密的丛林里 被挡了个岩石 由于天黑 加上树木阻挡 后面追过来的人 没有发现这一动作 也不会想到霍身不是人 我趴在丛林里 一动不敢动 直到一辆辆车 呼啸着追过去 我看到霍身的车 在树林里横冲直撞 最后停在了悬崖边上 悬崖底下 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 海浪不停拍打着 后面的车紧追不舍 刺拉一声 霍身决绝地冲出悬崖 一直关着的车灯 忽然闪了两下 好似在告诉我 一定要躲好 砰了一声 车辆跌进海面 只激起了小小的浪花 转瞬被侵蚀 我目自欲裂 紧紧捂住嘴 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黑市的人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在悬崖边上架起了绳索 一个个跳下去搜索 可想而知 霍身交给我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 我攥紧了手里的U盘 紧盯着汹涌的海面 不停地安慰自己 霍身不是普通的人类 他一定能活下来 一定能的 这时 身后突然有人捂住我的嘴 我一惊 刚想挣扎 就听到了街头人的声音 是我 快走 我最后看了一眼海面 爬起来 转身和街头人敲起 离开 回去的车上 我把U盘给了街头人 他一脸沉重的结果 交给旁边的人 那人立即打开电脑进行操作 街头人看着我 犹豫再三 最终开口 那个视频报得太突然 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本来已经安排了 你们和霍身提前离开 可是黑市怀疑到他头上了 把人控制了起来 我没想到 这种情况下 他竟还能拿到这些证据 我们已经把数据发送回总部 那边会立即行动 保证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我机械地问 姜雪呢 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 完成这个任务 就因为姜雪一条视频 暴露了我和霍身的关系 暴露了他的目的 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街头人语气正重 我们会把他抓起来 依法判刑 好 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姜家了 到门口时 我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我妈直叹气 你说芝芝也真是的 霍家对她不好吗 她逃什么呀 这下好了 被骗去了那边 哎 听听 这是一个母亲 在面对女儿失踪时 该说出的话吗 我爸说 行了 先吃饭吧 雪儿已经联系媒体找了 相信会找到的 我那自小万千宠 爱于一身的姐姐 贴心开口 爸妈你们放心 我砸了很多钱买热度 芝芝一定会回来的 我再听不下去 一脚踢开大门 看到我时 饭桌上三人都愣了愣 姜雪最先反应过来 脸色煞白 姜 我身后的警察时 她神色慌乱 我爸妈也反应过来 匆匆起身 我妈率先数了我 芝芝啊 你干什么去了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你姐姐 在暗网上看到你的视频 我们都不知道 你被骗到那边去了 我爸附和 回来就好 多谢警察同志啊 他们做事要拉我进去 被我避开 我看向警察 不打自招 直接带走吧 两个警察知道事情原委 早就憋着一股气 我一开口 他们立即过去压住姜雪 你涉及参与绑架贩卖妇女 和故意暴露警方卧底行动 我们要带你回去调查 说是调查 实际证据确凿 爸妈见状 还在为姜雪叫冤 警察同志 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家姜雪乖着呢 是大明星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 姜之 是不是你和警察同志说了什么 还不赶紧解释清楚 我妈推嗓着我 被我一把推在地上 她震惊地看着我 姜之 你从今天开始 我和姜家断绝关系 警方也会依法对你们进行调查 如果发现 你们和姜雪是同谋 等着坐牢吧 我爸彻底蒙圈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姜雪哭唧唧地喊冤 还真是我见油脸 我冷笑 直接一巴掌扇她脸上 你怎么有脸哭啊 啪又是一巴掌 你一定没想到我 还能回来吧 姜之 姜雪挨了两巴掌 愤恨地瞪着我 挣扎着 警察死死按住她 老实点 我捏住姜雪的下巴 质问她 一个人怎么会坏到这种程度呢 你从小到大 什么都有了 你还想要什么 你知不知道 那条视频 霍深没能和我一起回来 因为你那条视频 险些让无数警察同志的心血 付诸东流 就因为你那条视频 姜雪 你恨我什么呀 我样样不如你 爸妈也偏爱你 你到底恨我什么呀 姜雪吼道 恨我有你这么一个无能的妹妹 谁让你那腰差劲 还和我长着一张一样的脸 我到哪都被别人指着鼻子 问为什么你妹妹那么差劲 你们真的是一个妈生的吗 本来我想着 你这也算衬托我了 可凭什么 凭什么我被分手了 你却能和霍深恩恩爱爱 霍家还要大肆操办婚礼娶你 凭什么 你不配 姜汁 你不配 我看向爸妈 看到了吗 你们偏心溺爱的结果 姜雪满胸绑架我 把我卖到黑市 证人已经再压回来的路上了 她恶意散布那个视频 我也会依法追究她的责任 而你们 霍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爸妈这下彻底慌了 芝芝 你们是姐妹呀 我冷笑 去你妈的姐妹 我恨不得亲手杀了她 我转身 走出姜家 身后 我妈哭毫不止 很快 马若燕和几瑞被带回来 当庭指证姜雪 加上姜雪散播的那个视频 她被判了无期徒刑 霍深没有回来 她是霍家的毒苗 霍家可谓是恨极了姜家 没多久 姜家在霍家的打压下 破产了 他们也成了过街老鼠 我从霍家那里了解到 霍深自出生 便带着触手 吓坏了她母亲 她爷爷曾是海妖 想来是隔代遗传 因为有触手 所以她父母有些害怕 连庸人也怕 久而久之 就养成了霍深淡漠的性子 后来再长大些 她知道自己这样会吓到别人 所以就以顿入空门为由 离他们远远的 可没想到 后来霍家看她这样 又着急了 我突然想起 对霍深说过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说怕她 怎么能说她是怪物 当初霍深要深入敌妇救我的时候 霍家阻拦过她 她显露了触手 和他们说 是我把她吓跑了 理应由我把她找回来 最终 他们拗不过霍深 没有告诉任何人 江雪时常去霍家探望 装了一副很担心我的样子 一来二去 从霍家探知了一些 关于霍深的消息 一想便知道 她是去救我了 她并不知道 霍深和警方联合 她只是不想我回来 她希望黑市的人 看到这条视频 能杀我灭口 霍家在发现 这条视频 想压下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江雪砸了太多钱 网络传播速度太快 霍深没有回来 大家几乎都默认 她已经死了 但我坚持让霍家 和警方的人去找 我不信她会死 她说了让我相信她 我每天都会去警局问 每次得到的答案 都是一样的 海域宽阔 海浪汹涌 他们连车都没有打捞到 更别提人了 每次我都是失落而归 一个月后 我从警局回来 已经麻木 回到霍家 回到以前 我和霍深住过的房间 我疲惫地倒在床上 霍深 你还活着吗 等累了我就不等了 这时 洗手间突然传来一响 一道清润的声音传来 还活着 再等等 我猛地弹坐起来 瞪大了眼睛 我冲到洗手间的时候 里面的人急急喊住我 别开门 我没听 不管不顾地打开了门 洗手间里 霍深浑身湿淋淋的 头发贴在额头上 格外狼狈 他身后 是没来得及收回去 或者说收不回去的触手 软绵绵地垂在地上 霍深侧身挡了挡 你别看 我不想吓到你 我眼眶一下湿了 直接扑进他怀里 紧紧抱着他 压抑许久的情绪彻底崩溃 你怎么才回来 霍深抱着我 我游了很久 我松开他一些 他像往常一样 擦掉我的眼泪 我没死 你也不要怕我 我会放你走的 这人一回来 就说我不爱听的话 我揪着他的衣领 堵住了他的嘴 霍深呼吸一顿 随即紧紧抱住我 半晌后 我们分开 我看了一眼 那肉粉色的触手 没忍住戳了戳 你 霍深脸瞬间红了 你 不怕了 倒也不是不怕 就是没那么怕 主要是那天晚上 太吓人了点 那天我给霍深下药 他按住我的时候 乌漆抹黑的 我根本没来得及开灯 后面还下了雨 电闪雷鸣的 我摸到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看不见 只记得闪电照亮 屋子里的那一刹那 我看到墙上的影子 匍匐在我身上的人 有许多触手 张牙舞爪地舞动着 这歌谁谁不怕 我嘟呢 你也没告诉我 是粉色的呀 粉色 也没那么可怕 霍深突然捂住我的眼睛 有些慌乱 羞涩 别看了 我乖乖闭上眼 那你抱抱我好不好 我一直在等你 霍深抱住我 很紧很紧 恨不得将我揉进 骨鞋里一般 霍深 对不起 还有 我们结婚吧 江雪说 霍家为我准备了婚礼 霍深声音低雅地硬着 好 这一次 你逃不掉了 全文完